我们来看今天经文 刚才诗歌好像最后都打个出来 这是路加福音十章 我用三十九到四十二节 她有一个妹子 这个是讲玛大了 她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坐 听 她的道 玛大事后的事多 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 事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玛大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后的福分 是不能躲去的 今天 玛利亚是选择上好的福分 上一次呢 她是做了一件美事 都是好的 耶稣都称赞的 但是却得不到旁边的人的心想 反而带来很多的批评 论断埋怨 今天我们就从耶稣的话当中 还是回到一个老原则 人比事重要 这是圣经的原则 主责备的是那个人 其实事物也很重要 不要以为做玛大的工作不好 玛利亚做着听到的对 其实不是那个事情 是那个人的问题 你看 耶稣从头到尾都是责备人 没有责备他的事 所以事物也很重要的 你说对吗 弟兄姐妹 如果事物不对的话 不需要的话 我们爱心餐就没有了 每一个人都近视板高了 事物也很重要的 如果要好的心态 人对 事奉对 那个事物就很好了 不是工作的问题 不过还是人对 事才会对 这就很重要 人对 事就对了 人不对 事情就不对 从耶稣的 我们今天从耶稣的责备当中 来看见 来找出主的称赞 从反面的事情当中 来找正面的意义 这些很重要的 读经里面其中一个方法 今天就用 马大 这种错误的 表现当中 来看耶稣 怎么会称赞一个人 我们第一次来看见 他应该在对的时间 才能够被称赞 难得耶稣来到他们家 给他们讲道 圣经明说 马大是听耶稣讲道的 耶稣是来讲道 这个伟大的讲人 来到他们的家 要讲道给他们 这个家中几位成员 他竟然 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 与主同在的好机会 他应该把 听到亲近主 放在优先 但是他跑去厨房 忙忙乱乱 为主预备饭食 耶稣来主要不是去饭的 不应该跑去干活 那是失去了领受主道的机会 领受听道的机会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在对的时间来做对的事很重要 所以每天成功领修 亲近主 那个时间是主的 第二呢 他应该存对的心态 你的心如何 只为数许多的事 思虑烦恼 心里忙乱吗 事情多 心一定烦吗 请问弟兄姐妹 如果事情多 心就烦的话 那耶稣更加烦 耶稣事情多得不得了 多得连饭都顾不得吃 记得吗 但是他事物多 心里忙乱 思虑烦恼 其实就显出 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的重要 否则 我们的事奉是忍受 而不是享受 因为事情多了 让这个人打倒了 已经忙到一个地步 思虑烦恼 心烦 也许 那个时候你应该把工作放下 然后安静 在主的面前 心态的问题 不是工作多不多的问题 其实我感觉 第三 他应该对准 对的对象 马达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侍奉已经成了他的偶像 一起做 他忘记了为谁而做 不知不觉 他看他的事情 比主耶稣更重要 其实 是他自己重要 因为他说 只留下我一个人 你不在意吗 请打发他来帮助我 那他在目的中心都是我 他看见师奉都是我 我为主做什么 我 我 剩下我一个人 没有人来帮我 好孤单 那他希望玛利亚要过来帮助他 那其实他搞错了 耶稣怎么伟大的讲 原来他在家 圣经记载 只有他们两姐妹在主的面前 那些两个听众 已经跑掉一个去做干活了 信赏一个 他连 那个其中唯一的听众都拿走 那到底你侍奉的对象 是你自己还是主耶稣 耶稣难得连的唯一的听众都拿走 那这是自我中心的可怕 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 那个不能夺取的上好的福分 从马大失去的当中 来看见一个正面的意义 玛利亚他得到了 那归纳起来 其他两次都给重要的人批评论断 上次那个美式呢 给主的门徒来问断 这是做上好的福分呢 给他的姐姐来批评 我们感觉有时候 他所承受的压力 不是外在 是内在 是内心的 从人而来的一种言语的压迫 那他怎么应对这些压力呢 我归纳起来 有四个重点很重要 第一他懂得抓住机会 把握亲近族跟族同在的时间 这个是他得利的来源 抓住亲近族的机会 难得 第二分别他的气序 什么该放在优先的气序 工作不是不重要 但是现在耶稣难得来 你应该领受他的话语 比一切都重要 气序摆对了 你的价值就对了 第三呢调整心态 正确正确的事奉心态 很重要的 心对了 事情就做对 我听听的人讲一句很好 心情好了 事情就会好 我感觉心如果对了 事就会对 所以调整我们事奉心态 到底事奉是享受啊 还是忍受 我们常常思虑烦恼啊 还是心理忙乱呢 这个很重要 第三 第四对不起 对重要对准目标 你侍奉你敬拜的对象 只有主耶稣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就是对准主 其他就不重要 对准主呢 你的侍奉最有价值 用主的心态 来看待你的人生 用主的心态 来看待你周遭的人 用主的心态 来看待你的服事的工作 这就是对 上号的福分 有人失去了 有人得着 我们怎么去面对 求主帮助我们 懂得选择 那上号的福分 能够为主做最美的事 我们第一条报告 谢谢恩主 给我们 从一个小女子 玛里亚的身上 看见他怎么 蒙主悦纳 我们在人生当中 虽然旁边的人 不一定都心想他 但是主啊 你的心想 你的接纳 是别一切都重要 带我们学习他 这个以你为中心的 一生的目标 以侍奉的价值 求主恩待我们 今天祷告 也让我们的心对准你 你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你垂听祷告 你应运祷告 你带我们走 人生的道路 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